联合國安理會定於星期四開會 討論敘利亞東北部的軍事行動 賦爾德戰鬥人員呼籲尋求幫助 以拯救遭種族別絕的人 印尼首席安全部長維蘭托 在訪問爪瓦島一個小鎮時 遭到遲都男子襲擊 被送往阿加達一家醫院治療 成千上萬的橄欖生產商 以及工人在馬德里街頭遊行 抗議除源頭上來的橄欖油價格低廉 蘋果公司已經刪除了一個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該軟件容許香港示威人士 在他們的官方網上商店追蹤警察的位置 在震撼行動兩個月後 印度取消了對赫十米爾的旅行短告 但當地的通訊仍然中斷 市場地面